有這麼多多幾天 休息都會躍在台北車頭的記憶 上各位一年的晚了 因為回家的開催者 大家會在台北車頭的大天 鳳梅泰是不太大 所以台天 為這禮拜 拜了禮拜開始 就縫紅線 要來喊這個一樓大天的活動範圍 雖然台天是公調說 是克魯在路口的環境 可是有這麼多多幾天 感覺說沒受到尊重 台北車頭的大天 縫起一條一條的紅線 中文有種的庫洋 有一個大盤車的隔開 又騎個失敗了 甚至大聲 喝酒 還是這位活動 原來這是上個月 印尼回到的開催者 幾萬的印尼六甲原本 在車頭外面這回 剛才就讓你不要坐在這裡 讓台天車每天的 大量的湧入台北車站大廳 所以有造成部分 部分拿比較大件行李的旅客 無法去行走 雖然台天公調是因為 每天一直報道 為了照顧到路客的環境 以後每個星期五 星期六跟星期 都會繼續休閃 讓路客可以好好走路 不過經常在這裡 廣東的廣東 心裡也是我們不用不開心 因為外面很熱啊 然後這邊有冷氣啊 這邊做比較好 外面在哪裡而已啊 可能有時候也是不會影響到別人啊 來買票的民眾也感覺很奇怪 如果你常在車站看的話 也不不只有外籍勞工 可能有時候在等買票 或是要等車的人 都會在這邊休息 看看大天的 就位 牛山以後 稍微沒什麼多了 在這裡多了 不過單車的路客 也是降到行李 遲過坐在頭上 看來牛山以後 代替空間 也是要輸客 要怎麼大天的空間運用 可以更有效率 現在林甄露貴鎮林 台北報道